所以当我们觉知本我之后 我们内心深处会清晰地涌现出一种力量 知道我的本质是一个创造者 那这个时候 我会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呢 大概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 第一个方向 放下 直接回家 我知道此处不是我家 那里才是我家 这个游戏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玩够了 我想走了 这个选择很好 很多人会有这个选择 无可挑剔 但如果这个选择的话 就把自己创造者的这一份天赋给浪费了 所以也许有另外一条路 既然我在这个游戏里面还是有时间的 我在游戏结束之前 我就知道自己的本质是什么了 我干嘛不在剩下来的时间里边 在人间创造天堂呢 所以我想 生命游戏的最后一个关卡 就是创造 在游戏当中 创造新游戏 在世界当中 创造新世界 在人间 创造天堂 我想我在用尽可能平时的语言 也许在讲人之为人最高的价值所在的地方 第三观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创造者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都是一个造物者 我们将不再被动的体验他人为我们设置的游戏 我们将创造自己的游戏 给自己带来新体验 给他人带来新体验 如果这个世界充满了二元对立 战争 冷漠 那我们可以选择把爱 把善 带到这个世界里边来 在我们自己所在的世界里边 我们可以做主 而当我们创造了我们的一个新世界 也就重新创造了我们自己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 我们也参与了一场伟大的行为 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所以合起来我们最重要的这句话 用爱创造灵魂级美好作品 经由他对内成为真正的自己 知道我是谁 然后对外共创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我想这可能是人之为人的意义 Doing Being和考虑 我相信大家注意到 当我使用Calling的时候 使用使命的时候 我一直用的英文词是Calling 我没有用在商界世界 通常喜欢用的Mission 所以我重新定义一下使命 通常我们说的使命叫Mission 我想它指的是Human的使命 或者现象世界中一个企业的使命 它是人想出来的 当我说Calling的时候 我清晰地表示它是Being的使命 是人之为人来到这个游戏之前 我就带来的那个使命 我称之为Calling 所以这个使命更准确的说法 可以称之为天命 所以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 的那个天命叫Calling 或者叫灵魂使命 或者叫灵魂使命 叫Calling 所以今天我讲的Calling 跟大家在商业世界 听到的Mission 不是一个概念 通常大家在商业世界 说的Mission 还是在我讲的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 都应那个阶段里边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我今年已经五十了 我一眨眼发现我怎么五十了呢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我觉得我还是个小孩呢 岁数到了五十了 可是每次看到这句子曰的时候 心里很惭愧 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明晰 我的使命是什么 其实追寻使命 也是一两年才想的事情 以前认为这句话是鸡汤 我非常不喜欢 最近才理解 人的的确确实有使命的 开始认真探寻 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但是非常奇怪 我想讲一个 特别不一样的例子 Elon Musk Elon Musk跟我年龄差不多 比我大一岁 他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探索自己的使命 就有意识地去探索 自己的使命 他一生的事业 都是使命的载体而已 他是一个使命在先 事业在后的那样的一个范例 跟绝大多数人 包括我是反过来的 开篇的时候呢 我说如果我们认为 这个世界是一个游戏 大家会不会消极呢 Elon Musk就认为 这个世界是一个 虚拟现实的世界 这是他的世界观 但是他对这个世界 这样的理解 不但没有让它变得 虚无和没有意义 反而变得无比的精彩 我请大家做这样的想象 假如你玩一个游戏 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如果你在游戏里边死了 你自己也死了 请问你在游戏里边 敢放手去搏吗 你会小心翼翼的 对吧 说所说脚的 才去保守主义去玩 但反过来你玩这个游戏 你知道游戏里死了 可以怎么样 重新玩一次的时候 你会这么玩 你大胆地去玩 你各种尝试去玩 你拼命去体验去玩 对不对 我想这就是Elon Musk的态度 我们大家为什么在这个世上 没有敢放手去搏 我们太恐惧了 认为只能玩一次这个游戏 你死了就挂了 如果你真的用游戏心态的话 你怎么样 反而可以放手去玩了 所以尽管Elon Musk 认为这个世界 有可能是个虚拟现实的世界 不但没有让他把生命变得虚无 反而过得更精彩 他说我很小的时候 就在憧憬另外一个世界 当然那不是你们说的火星 这说起来一想天开 当我憧憬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 我反而对地球上的所有一切 充满了兴趣 他让我变得清晰和觉醒 让我变得在地球上 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他说大家都不相信奇迹 而我相信奇迹 你按照自己的大的设想 去做就好了 所以Elon Musk 完全是一个用游戏心理 玩这个游戏 他反而创造巨大的天赋出来 那银河系漫游指南 对它产生宇宙观级别的影响 观点是宇宙有答案 但是最难的是提出问题 一旦你了解了问题 答案就变得相对简单 这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 以及宇宙的目的 我们来看Elon Musk 从小的时候就思考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那这件事情如何影响他 后来一生的事业 我们来看一下 而 以为的目标 我想这种的 有一个详细的 这种概念 但 如果我年轻的 我当时我问的 什么意思的 为什么我们来的 什么是这种概念 什么是这种概念 and I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hat really matters is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right questions to ask and the more that we can increase the scope and scale of human consciousness, the better we are able to ask these questions and so I think that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that are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 future is good and some of those things are in the long term having long term sustainable transport and sustainable energy generation and there need to be reasons to get up in the morning you know life can't just be about solving problems otherwise what's the point it's got to be things that people find inspiring and make life worth living 这段话值得我们给他点掌声吧 我们需要一点理由让我们每天早上醒过来 如果每天只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那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人总得做一点超越想象的事情 来激励自己明天早晨我要醒过来 如果只是重复一天一样的日子 我们不是活了一辈子 我们是把一天重复了一辈子而已啊 所以伊隆马斯克在大学的时候 用低性原理的思维方式提出问题 哪些事情对人类未来影响最大 这事太有意思了 各位当我们提任何问题谈人类的时候 人类对我们是抽象的 而在伊隆马斯克眼里边 人类就是触手可及的一个对象 所以他大学的时候粘了这么几件事情 列出自己的人生使命清单 互联网可再生能源 太空探索人工智能和重组人类基因 所以请各位看 他将来的事业特斯拉 只不过是实现他可再生能源使命的一个载体 SpaceX只不过是实现他星际移民的一个载体而已 如果绝大多数人 都是在我们做的事情里边寻找使命的话 伊隆马斯克几乎是非常非常少的一个 使命在先 使命先于事业的那样一种人 我们看一小段 伊隆马斯克自己如何评价他的使命 他的使命的特征是什么 I look at the futur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probabilities It's like a branching stream of probabilities And there are actions that we can take that affect those probabilities Or that accelerate one thing Or slow down another thing Introduce something new to the probability stream Sustainable energy will happen no matter what If there was no Tesla Tesla never existed It would have to happen out of necessity So when I think like What is the fundamental good of coming like Tesla I would say hopefully If it accelerated that by a decade Potentially more than a decade That would be quite a good thing to occur That's what I consider to be The fundamental aspirational good of Tesla Then There's Becoming a multi planet species in spacefaring civilization This is not inevitable It's very important to appreciate This is not inevitable I think the The value of beauty and inspiration is Very much underrated No question But I want to be clear I'm not trying to be anyone's savior That is not the I'm just Trying to Think about the future And not be sad Elon Musk's two words 极大的激烈了我 我几乎用这两句话来定义使命的标准 因为你的存在 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同 假如没有你 世界有什么变化 Elon Musk 给自己盖棺定论 说我为人类 为世界做了两件事情 一 如果没有特斯拉 或者说因为有了特斯拉 人类可再生能源这件事情提前了十年 而如果没有SpaceX 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将停下来 请各位体会一下这两句话的分量 这是Elon Musk 对整个人类 对整个世界的贡献 也是评价使命的时候的那个标准 因为有了我 对世界有什么不同 假如没有我 对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想这个小范例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早一点找到自己的灵魂使命 越早找到自己的灵魂使命 他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事业施展出来 去践行我们的灵魂使命